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在互聯網上一場席卷全球的網絡革命 就靜悄悄地上演當中 被革命的對象當然就是其中一家科技巨企叫做Facebook 自從Facebook在2012年收購Instagram和2014年收購WhatsApp以後 這一家的科技巨企就一直都為人救病 現在難得打開了一個缺口 全球的民眾都可以說是輸了一口門氣 紛紛轉投Facebook主要競爭對手的懷抱 尤其是說Facebook在過去一段很長的時間 都沒有將用戶的價值放在眼內 動一些就說用戶干犯了某些規定 於是要將他禁言三日五日七日三十日不等 再不是就說人家某一條鐵文違反規定 於是就要將他刪除 用戶可以說是毫無招架之能力 只能夠就叫做肉除針板上任他來主宰 現在Facebook終於叫做踢著鐵板 走去老虎頭上釘塞 連現任總統特朗普也要動 要將他無限期禁言 由於特朗普受到很多民眾的愛戴和擁護 所以Facebook的舉動是激怒了很多民眾 現在人家就拉大隊走人 Facebook可以說是求人得人 除此之外 你Whatsapp也是被Facebook收購 你Whatsapp去修改那些私隱條款 這個又說要拿 這個又說要拿 也是另一個觸發點 這些怨氣 對於你諸黑百格的怨氣 其實是會疊加的 你一個人擁有了全球最大規模的社交平台Facebook 最多人使用的即時通訊工具Whatsapp 於是大家對於這兩個Apps的怨氣 就會疊加到你諸黑百格的身上 所以這一場的網絡革命爆發 絕對是事出有因的 而且那個伏線已經鋪排了很多年 由於很多民眾都曾經受到你Facebook的欺壓 所以現在一口氣一有缺口 大家一起湧去其他平台 不用Facebook的就可以去Mivi 不用Whatsapp的也可以去Signal 連全球首富馬斯克都推薦使用 事實上Signal 他取用私隱的權限就是最少 這個是值得一讚的 就不像Whatsapp 你是拿了別人很多權限 待會我們可以說一下這件事 好了 現在這一場網絡革命就在上演 Whatsapp和Facebook方面就搖青了 開始就要馬實那些民眾 不斷發表一些澄清的聲明 來給予用戶信心 有鬼用嗎 其實你這些行為應該定期來做 而不是現在這樣為你臨急抱佛腳 人家都開始離開的時候 你又想抱著別人的腳叫別人不要走嗎 現在才懂得重視別人的價值嗎 你一向都是碰大欺客的 你一向都是認為多你一個不多 少你一個不少 如果不是人家以往吵到拆天 你都不處理別人的投訴 我相信不少益友都有曾經被Facebook禁言 或者刪除鐵文的經驗了 現在Whatsapp忽然之間作出這些澄清 反映得出一件事 就是他們都意識得到 很多民眾真的在離開Facebook和Whatsapp 轉投去其他平台 否則他們斷然不會這樣對他們想馬實一些人 以往他們都很少做這些事 是違反常態的 以往都說你吵就有得你吵吧 你用就用不用就罷就 他怎會捨得去浪費時間回應民眾的聲音 現在他們做得出這件事 就反映到那個情況真的相當嚴峻 對於他們來說 有機會這次民眾能夠擊敗科技霸權 實情一定要重新重視別人的價值才對 要分清妝癌 不是說你經營一個平台是大小的 因為你那個平台裡面所有的內容 其實都是用戶自己貢獻出來的 那些文字也是用戶打的 那些圖片也是用戶拍的 那些影片也是用戶放上網的 不是你諸黑百格自己一個人做完的 你只不過是提供一個平台而已 你的平台最值錢之處就是 你那個平台是擁有全球最多的用戶 你都不敢因不特止 你還要租責那些用戶 明明那些用戶才是帶卸你賺錢的一個最重要的因素 沒有這些用戶 你何來累積這麼多財富 你都不敢因不特止 你租責它 好吧 此地不留人 人就自有留人處 人家就拉大隊走了 好了 那你怎樣呢 你弄個這樣的七點澄清出來 我們姑且又看看到底它澄清什麼 他們就說 WhatsApp和Facebook都不會閱讀用戶之間的訊息 和不會聽到用戶之間的語音 這些個人訊息是受到端對端加密保護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就是在WhatsApp或者Facebook的Messenger當中 當你和朋友聊天的時候 提及到對於某一種產品有興趣的時候 你自自然就會在Facebook或者Instagram的廣告上 就看到那一種產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類似的經驗 我有不少 提及到我喜歡吃某一些零食 它就彈出那些廣告出來給你看 為什麼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呢 有時候甚至乎不是通過文字打出來的 純粹在街上跟朋友聊天 說起我對於某某產品某某遊戲機很有興趣 然後隔一會 你再上網的時候 Apps就會彈出那些遊戲機的廣告出來給你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我不會解釋了 你又說聽不到看不到 Alex上身這樣 那是不是真的呢 我不知道 他們又解釋 說用戶建立的群組 將會繼續維持私人群組的狀態 不會將當中的資料和Facebook分享作廣告用途 群組的信息同樣是受到端對端加密保護 他說群組不會分享作廣告用途 如果不是群組又會不會呢 即是說是私人對話 單對單對話 那些又會不會作廣告用途呢 你又要解釋一下 不過你解釋也沒用 別人都不相信 其實現在基本上就是失去了互信基礎 無論你說什麼都好 有些人就總是已經不相信你了 為什麼不相信呢 因為基於過去十幾年的經驗 別人不相信 別人不相信也沒辦法 你可以繼續澄清 別人也可以繼續不相信 你又不能強迫別人 是不是先 好了 他們又澄清 說用戶現在可以查看 Whatsapp是擁有用戶的哪些資料 我就上蘋果App Store那裡看過 因為我就是用iPhone 很舊那隻 他們就說 跟你們用戶連結了什麼資料 開發者可能會收集以下的資料 並且連結你的個人身份 有九樣東西這麼多 真是厲害 購買項目 位置 通訊錄 識別碼 診斷 財務資料 聯絡資料 用戶內容 還有使用資料 九項那麼多 現在別人拉隊說要用那隻Signal又如何 Signal就說 不會與你連結資料 就是一樣都沒有 別人這些就做得好 至少不需要收集這麼多無謂的資訊 為什麼Whatsapp是要連結到九樣資料這麼多呢 他們的澄清當中又說 用戶的個人位置都是受到端對端的加密保護 用戶分享位置的時候 Whatsapp都不知道你在哪裡 但是在app store裡面就寫到明 說與你連結的資料其中一樣就是位置 究竟那樣才是真 我就不懂怎樣去理解 可能是我的語文能力比較差 比較水皮 我沒有辦法理解到 好了 至於這件事就反映到 就算你是諸黑百格也好 或者是哪一個都好 沒有說任何一家科技巨企 是叫做大到不能到的 因為始終你要分清個裝限 沒錯 你諸黑百格是作為Facebook的創辦人 你是在經營這個平台 你是老闆 但是你這個平台為什麼會有價值呢 為什麼那些廣告商會選擇在你Facebook 或者是Instagram那時候下廣告呢 就是貪你那個app市 是夠多人進去玩 就是貪你那個app市 為每一天活躍的用戶數量是夠多 所以就可以觸及到很多的用戶 可以提升得到它的銷路 如果你那個app市都沒有人玩的時候 那哪裏有廣告商去你那裏下廣告呢 你應該是感恩自是 你應該是多謝那些用戶自是 多謝都沒有句的 那麼多年以來是 你就已經累積了滾傳了那麼多財富了 你還是不滿足的 經常都想打進去中國這個大市場裡賺更多的錢 現在簡直不給現任總統說要封鎖了他的帳號 無限期的 你肯定是激怒了很多民眾 至少七千萬人就是不妥理了 現在是不是 而且特朗普的支持者是遍佈全球的 不只是說美利堅合中國本地 好吧 你現在朱克伯格一下子得罪了那麼多人 你是不是拿來衰 那些用戶才是最有價值的 你的平台本身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就算你建構到一個平台 哇 運作得很完善 如何如何 那些人走完的時候 你賺一條帽子 哪個廣告商就在你那裏下廣告 很簡單 整條數就是這樣 你是要靠那些用戶來賺錢 麻煩你就尊重一下那些用戶 你不一樣任由他來賺錢 你何曾說這麼嚴 我都不明白 喜歡就禁這個 喜歡就禁那個 你要記住 諸克伯格 你的科技霸權不是永恆的 你在那一刻 你擁有很多用戶 擁有全球最多用戶聚集在你的app市 下一刻未必是這樣的 所以你一定要尊重人的價值 不要等到別人叫走的時候 你才說澄清這個 實情有些人 就一早對你的平台已經死了一心 現在難得說一起叫走 就立即叫做一呼百應一呼萬應 所以現在究竟這一家科技巨企的霸權 能不能夠激倒 似乎看個勢都挺樂觀 好 這一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